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免疫治疗的方法 我也认为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个进步 上星期我们提到有人想到一个循循善有的方法去逐步训练我们身体上的免疫力 令它能够产生到一种非常通用的一种很万能的一种对抗 对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 那种免疫疗法牵涉到基因层面 如何一步步去找出我们身体免疫力的其中一部分 去加强它 令它能够培养到我们想要的一种超级抗体 于是令到我们会不会有机会 最后可以找到一个艾滋病的疫苗出来呢? 其实关于这些如何在免疫层面上做功夫 即是人为介入免疫层面 来令我们去医得更多的病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新的消息走出来的 比如说简单的免疫常识 我们知道身体的白血球 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但是如果真的学得再仔细一些 读生物学的朋友 你就会将这个白血球的系统 会再细分一些它有几种不同的白血球 有些是做一个叫做C灵的性质 叫做T cell 有些是由受了T cell去指挥生产出来的B cell等等 如果大家有去验血的话 可能就算是一些比较详细的报告 你去验白血球的含量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些字眼叫做C酸性球 那些白血球原来又会再细分几种 因为它们在功能上会有分别 而且它们在生化性质上有分别 但它们也是参与了整个免疫系统的部分 在这里我自己不是专家 所以我在这里尽量把这件事简单交代就算了 刚刚这个星期 从New Scientist的专题报道 他说一件事简单 有一件叫做Carty cell的研究癌症 就是解决癌症的方法 它可以用来把老鼠的烤喘症症 就大大舒缓 这里要解决几件事 就是那些叫Carty cell的疗法是什么 还有就是烤喘的机制 究竟如何去介入令到老鼠可以没有烤喘 我想很多朋友你都听过 烤喘这个病不大不小 大的就是它可以死人 当你没有一个可以拿到手的类固醇药物去帮你的时候 一病发的时候你会不能呼气 但是它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有一些很标准 也都不算很贵的一些方法 来帮你的症状很快速地去缓解了 然后医生那些也都会跟你说 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多些运动 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多烤喘的话 游多些水 令到心肺机能好些 整体上就趁着快育时期再吃好些 运动多些 将人强一点的时候 也都可以令到烤喘少了 甚至乎消失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都知道 很多时候跟你的人的身体弱 就很有关系 这个病就是 你有一个适当的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控制住它 但是它又严重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 也都可以去取人性命 所以也是不大不小的一个病 为什么又会跟这些叫Carticel Therapy 其实这里就一步步去讲 在研究癌症的故事里面 我们一直尝试找很多种 除了化疗、电疗之外 其中一种大家都会很期待的是 我们人类有没有能力 去透过基因改造技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叫做分子生物工程的技术 来去令到我们可以介入到 人体的免疫力 我们可以把它改造 把它提升 于是乎它变成为 对于某一些病有免疫力的 一种这样的免疫系统细胞 甚至乎我们去调教免疫系统 令它懂得认我们的癌细胞 于是乎 将癌细胞当感冒 杀了它 这个很简单 但是你也知道免疫系统实际上可以很复杂 然后你要精确地去介入 和去改造某一种功能 其实是难上加难的 所以为什么上星期我们说到那种 去训练那些身体上 免疫系统里面的B细胞 是会这么广泛的报道呢 不单是因为它的成效 可以很理想 就是因为以往我们不是那么能够成功介入到 但是现在能够做得到 那说回了 这个Carty Cell Cancer Therapy 其实最原先的想法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将我们身体里面 免疫系统里面那种特别重要的 司令级的那种叫T细胞 把它抽取出来之后 就训练它 改造它 令它有一种能力 去认得到一些病原体 比如是癌症 比如那个病人身上的一种癌症 它癌细胞上的一些特征 教式免疫系统认了它之后 然后将这些这样的C灵细胞大量繁殖 就好像一个军官训练学校 将它注入人体的时候 不单止它自己 它也懂得去制造训练更多的其他白血球细胞 去认得到这个癌细胞 于是乎就杀了它 所以这种叫做Carty Cell Cancer Therapy 其中一个很寄望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最后做到 可以将它医癌症 其中一个寄望 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改造得不对 怎么办 你改造出来没有效 那就没有效 癌症病人继续生命受到威胁 但是会不会你改造之后 它不和你杀癌细胞 杀了健康的东西 于是乎你就杀了人 对不对 就是你令到那个加速了身体 去对自己 就是免疫系统对自己身体叛变 这就变成了一个风险在这里 所以如何精准地去发现 控制和之后增加效益 降低成本 是一直都在做研究 这次可以说 它利用了这种抽取免疫系统的T细胞 然后把它改造 令它能够令到老鼠的烤喘不发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小步 刚才提到烤喘本身的机制 有一个很简单的图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 烤喘发作的时候 然后呼吸系统的气管通道收窄了 甚至大量的分泌物令到窄上加窄 于是让自己烤了自己 呼吸道收窄了 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 原来就是因为 你烤喘发作的时候 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过敏 那种过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种叫做 免疫系统里面 一种叫做视酸性球 就是爆血球里面 视酸性的指数突然爆升得很厉害 如果你身体有一些过敏反应 其中你验血的时候 你就可以由视酸性球的指标突然爆升得很高 你就看到其实是一种过敏反应 这些过敏反应 你可能听过不单止哮喘 你若敏敏感 有时都可以用这样的途径 来令人过敏而死亡 其中的原因就是 那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没有一些特别古怪的病原体出现的时候 但是突然之间其中一个机制开得很准 开得很准 结果令到很多身体组织肿胀起来 然后也伴随着大量的分泌物 那就是这种免疫系统突然爆破的东西 令到人的一些正常器官功能发挥不到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其实其中一种就是 那个发炎反应太强 于是乎令到很多分泌物浸出肺 于是肺就更加少的面积来接触到那些氧气 于是人就窒息而死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类固醇就是一种抑制这些发炎 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作用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 以往我们见到香港都会用过 提出可以用类固醇 令到发炎反应压下来 于是乎没有少些过敏 病人就更安全 对于烤喘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肺炎来说 不一定可以 于是乎有很多医学研究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不行 回来哮喘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我们知道 发病的事情就是 身体里面其中一种 白血球的尸酸性球 爆得太厉害 于是乎就有一连串的连锁 反应令到你的身体 呼吸度受阻 我们如果能够从根源上 去控驾驭这个免疫系统反应 然后就令到身体 遇着这些 烤喘的刺激的时候 它不会有大量的 这些过敏反应 产生出来的话 那烤喘就是 不发出来 就是不会有烤喘的 威胁走出来 于是乎他们想到的方法 就是刚才说的 叫Cartic Cell Therapy 那么可以由这个图 就叫做很简单介绍一下 是什么一回事 那么它和我们先前说的 那些训练身体的系统 去打某种病是不同的 比如你说肺炎疫苗 或者接下来可能搞那种 叫做外肢病的疫苗 那么它是需要注射一些 可能是mRNA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根据其他一些制作免疫 疫苗的一些原理 一些制剂 一些粒子 注射到身体里 令到身体一遇到粒子的时候 就懂得去学习 去上课 去实践 于是就拥有那种 对抗这种病原体的能力 但是在这个卡T-cell therapy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什么呢 开始要由病人抽血 将它的血里面 类出这些这样的T-cell 你想想 这个T-cell本身都是一些 在白血球里面的C0细胞 本身的数量都不会特别多 你还要这样去抽了那些白血球 将它集到够一个数量的时候 你便开始进入第二格的漫画 就是它的改造阶段 就是这个图的右上角 你要放一些基因片段 需要由基因层面 令它接触到这个T-cell 令到这个T-cell 能够装备 就能够自己生出一些特触 这些特触有个能力 就是它可以帮你捉住 同病原体 于是可以说 就是你透过一些基因的滞滞 去令到这些已经类出来的 这些免疫系统的C0细胞 T细胞 它多把剑 而那把剑是可以帮你尊杀某一种病原体 但是你只有一两个细胞 上面只有几把剑不够 身体上的病原体是以益计的 对不对?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培植的过程 也是这个图里面的右下角那部分 抽出来训练它 赋予它一个武器 然后将这些带有武器的T-cell细胞 大量繁殖 大量繁殖之后 打入病人的身体里面 就是这一个叫做Ca T-cell therapy Ca这件事 其实就跟附予这个T细胞 它有那件武器的过程 然后呢 这件事 如果你是要去认 拥有一个可以专杀癌细胞的武器 最后出来这个疗法 就可以医癌症 现在它用的方法就是 透过改造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会找到一些 这种T-cell 它就帮你去杀走了一些 令到会指挥身体 产生过敏反应的其他的免疫细胞 于是乎你要去找到一个武器 那个武器 其实是会对病人自己身体原有的免疫系统 去损害它 会害到病人的免疫系统的那部分 敲喘它之所以发作就是 它免疫系统里面有其中一部分 会伤害它自己 但现在我就希望将它 会伤害到它的那些免疫系统细胞 就杀走了它 各方法就是拿了这些T细胞 去训练 令它懂得对付自己身体里面 那些有害的免疫系统细胞 其实故事简单就是这样 它不是一种外来的病原体 而是只不过身体里面 一些不是那么好用 或者它对自己身体有害的免疫系统细胞 可能它在其他场合 一样可以帮忙去杀到其他东西 但是它可惜是会 是会引发到这个烤喘的 那么经历了这个过程 就是说身体上那些有害的 那些会引发到烤喘的 另外另类的免疫系统细胞 就被压到很低很低 就是因为有一些新的T细胞 是有一件武器装备 是帮助我去杀走 这些不好的其他免疫系统细胞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 出来的那只老鼠 虽然这个图是人 但是这次的研究是用老鼠来做的 就发觉最后那只原本是有烤喘的老鼠 它经历了一个这样的疗法之后 打回这些培植了 是有一个新装备的T细胞 打回老鼠里面 是一年不发酵喘 这个你可以说是一种初步的成功 但是最后是否可以医癌呢 暂时未知 另外还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它整个疗法的成本是很高的 你这样去弄一剂 它好像说实验室的成本 要成40万美金这样去弄一剂 还有就是需要的时间 耐性的技术也要很高 咒眼我们听下去 我们都知道 起码你要懂得由血涝到 搜集到足够的这些T细胞 就是你抽出来的血都不会少得去哪里 然后你要懂得找一个对的制剂 去赋予到这个抽出来的T细胞 有一件适当的武器 还有一个培养的过程 然后才可以培养到足够的量 才可以拿来打进人体 所以整个过程来说 其实就是那种叫做 不是一个工业大量生产的过程 不是像我们一般疾病的疫苗 你找到一剂对的 然后把它弄几亿出来 分发给几亿的人打 现在这样的疗程 是为某一个病人某一种病 量度身定做的 所以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整个实验室的运作 就是为了一个病人来做 暂时也是能够做到这样 所以你看到的成本就不会便宜得去变 但无论如何也好 今次也算是这些叫做Carticel 这种疗法其中一个成功案例 它不是用在癌症身上 但用在患有酵喘病的老鼠身上 可以说也是一个叫做好的开始 叫做多一种疗法 来去进攻这个癌症 我们这个星期只有这三节三个题目 和大家分享 我下个星期 游完之后 就会继续和台长 有足的五节内容给大家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